先的消息要來看到 恩主公的回應了 因為恩主公負責在 鷹哥永福接種站作業的時候 疑似昨天有醫療疏失 25位的民眾遭到施打 沒經過稀釋的BNT疫苗原疫 也因此暫停的恩主公醫院的施打 一個禮拜 目前他們正在回應來看最新的說法 當然我們會持續追蹤 那這些住院的病人 我們會觀察三天到一個禮拜 在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讓他出院 出院以後我們會持續追蹤 至少一個月 那在最後一天 我們會再做全套的檢查 包括剛剛講的心臟的酵素 確保病人安全 那早上我到病房去就9位病人探視 大家都情況還良好 除了有一位注射的地方 稍微有點痛以外 其他的病人都還好 當然我們會持續在這幾天 觀察他的變化 那對於這件事情 我想恩主公醫院表示非常的愜意 主要發生的原因 主要發生的原因是因為父女同仁在 在慌亂之中看到瓶蓋掉的疫苗 以為是已經稀釋過就打入了 那當然他們在之前也都受過訓練 知道BNT跟其他的疫苗的不同 在BNT需要稀釋5倍 從原來的0.45cc稀釋到2.25cc 但是因為瓶蓋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訓練的不足 或者是這些同仁當時的慌亂 誤以為是稀釋過的疫苗才會打入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非常的抱歉 那各位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要問的地方 其實現在25位女眾在總體都是很多 混合數的 然後有9位住院 是 這個25位昨天我們都已經聯絡過 那其中有5位是覺得說他都很好 他也不願意到醫院 那另外的11位是到醫院做檢查 他們就回家 那有9位是住院 那9位住院裡面看起來 今天早上去看大致都平順 那除了有一位就是施打的地方 有一點疲痛 我們一般BNT疫苗是稀釋過後 一定會至少給6個女眾接種 所以這25名代表說 這25位女眾是各個都被接種的疫苗 是 他們因為以為這些是稀釋過 也以為是成績 所以他們就各抽 每一瓶抽一份 那也就是我們才有解 就是我們當然 自衛衛生局還有指揮中心 沒有在公布跟確認 或是一些警衛中心 那邊有什麼樣的看法 指揮中心當然覺得非常shock 我們也一樣 那指揮中心要我們就這件事情深切檢討 包括整個禮物層在做一個更詳細的 的一個revise 再做一個整合 那我們也就這樣子 我們也把這個流程我們省思 中間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交關不夠明確 也就是說 藥劑技師把這個三合疫苗跟一一代 這個散裝的疫苗交給護理師的時候 沒有特別交代 這些都是原封需要稀釋 那護理師也 誤認為是這樣沒有做好的交通 好的溝通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在整個溝通上面 我們未來要做努力的地方 那我們的作為就是 未來把每一個步驟 我們會做一個check list 就像我們在手術的timeout一樣 也就是說當這個疫苗到的時候 現場的場控 那這個藥劑師跟護理師 要在一個表格上面 族一的對和對 那多把溝簽名以後才可以使用 護理護理 鄭主任要不要再補充 是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想請教 因為畢竟這樣等於說 民眾他接種了比較高濃度的 疫苗原意 那會不會就其實就等於已經接種了 他一般民眾 目前世界上認為他可以接種的 甚至到兩斤的量 因為BNT目前台灣是計畫的接種一劑嗎 是 那這樣等於超量嗎 還是 事實上在國外也有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當時他們也跟疫苗廠去詢問 那疫苗廠是認為如果沒有嚴重的反應 那他們還是建議時間到了要打第二劑 那當然我們可能會就這些病人去做他的抗體 那不過抗體因為還是會 會衰落 所以我想如果沒有嚴重的後遺症 我們第二劑到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請病人繼續施法 好看到新北市三峽恩主公醫院 竟然在昨天以誤以為說 疫苗已經稀釋了幫二屬人打了疫苗原意 還好目前是沒有特別不是 而新北市政府也表示現在暫停的恩主公醫院 施打疫苗一個禮拜作為懲處 來看到衛生局的說法 衛生局接獲到通報 在9月27號恩主公醫院在接種站 進行BNT疫苗注射的時候 疑似因為醫療作業的疏失 導致25位的民眾 接受到沒有經過稀釋的原意 我們對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視 立刻折成該院 要對這25位的民眾做健康的監測 健康的關懷 並要求他們立刻給予這25位民眾診療 如果有意願也需要住院觀察 到目前為止 民眾並沒有異常的反應 但是衛生局還是會持續要求醫院 持續的做健康的關懷跟追蹤 衛生局在後面也會全力的協助 針對這起事件 衛生局即日起停止恩主公醫院 疫苗施打作業一週 衛生局也立刻召集專家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要求醫院加強人員訓練 落實所有的環節 強化接種流程的確認機制 徹底的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